第一千一百三十几 刚开始,血鸣大大的微博还是画风正常的,后来就变了。 如今,这位血鸣大大的微博画风是这样的。 腾血鸣说 今天吃到宝贝亲手做的刀削面,味道很好。 要是里面没有胡萝卜丝就更好了。 比心,宝贝辛苦了。 配图两张,还来了个胡萝卜丝的特写。 今天宝贝生日,寻寻宝贝生日快乐,你是我心中永远十八岁的少女。 配图生日蛋糕,和娇妻妖娆的身段,小气得脸都没给录。 今天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,我和寻寻宝贝打算环游世界。 各种美图走起。 快看,天上在录东西。 那是狗粮? 刚开始,众人都怀疑,薛明大大是被盗号了。 然而,这种撒狗粮的动态一直持续了N多年,众人吃狗粮都吃到麻木了。 后来,所有的脑残粉都变成了理智粉,一起助血明大大和娇妻恩恩爱爱白头偕老。 南巡和血明在这个世界,的确活到了老,也恩爱到老。 这期间,南姐和田教授结了婚,考虑到南姐的身体两个人都没有要孩子。 他们的感情虽然没有南巡和血明那么粘糊,却也是夫妻里的模范夫妻。 随着时间沉添,感情愈发浓厚,两家人经常相互串门,四人还会一起去各地旅行,在每个地方留下他们自己的脚印。 他们四个的合照发到网上后,被众人津津乐道。 这哪里是女儿女婿和岳父岳母,这分明就是姐俩和哥俩,这颜值众人福气。 南姐唯一的遗憾是南巡和腾血明没有孩子。 一开始,南姐还以为是两人身体有问题,后来才知道他们压根不想要孩子,她劝过很多次,后来见这两个人都不在意,而且恩爱如初,便算了。 经历了很多之后,南姐早已看开,这世上有些事情强求不得。 其实,还真不是南巡不想要孩子,实在是,她这副烦人的躯壳承受不住,似找赤血腾蛇的血脉。 毕竟这个世界的血明用的是自己的真身,只要用这具身子生下血明的孩子,她一准死翘翘。 南巡结婚后,并没有因为成为阔太太就放弃工作,她在自己公司足足干了五年才离职,在岗位上也做出了很多成就。 在这之后,她做出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,开了连锁武术馆,将国家的功夫发扬光大,传承下去。 因为,她会各种武术,人又长得美,被众人封为武术之花,多次获得了许多国际奖项,并成为了武术界的扛霸子人物。 后来,南巡又成立了术所中医药研究院,同前辈们一起研究中草药,在中医学上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刚开始,众人还会觉得南巡配不上藤血鸣,可随着南巡的成就越来越高,众人全都被这个坚韧又美丽的女人折服了。 难怪,难怪她们血鸣大大会爱上这个女人,她们都被这个女人迷得不要不要的了好吗? 众人觉得,她们是这个世上天造地设的一对,没有人比她们更合适彼此。 当她们活到了七老八时了,她们依然帅得帅,美得美,是老人中的老帅哥和老美女。 南巡是在某个夜晚,自然老死的,察觉到死亡来临之前,她看着身边用幻术变成的帅老头血鸣,心里全是满足。 有时候,死亡并不可怕,永生才是可怕的。 她很庆幸,有这个男人一直陪着她,不管风风雨雨,他们都一起经历。 不过,即便如此感激和不舍,南巡在晚上死后,还是第一时间就进入了小八的星辰空间。 由于,她的元神早已经经过了三千世界和修真世界的淬炼,死后并不是如同肉身一样的老太婆,而是年轻时的模样。 空间里突然多了个人,小八立马就察觉到了,她迅速进入空间,看到了空间里的南巡。 我去,你死了不去找你的血鸣大大,来爷的星辰空间干嘛啊。 南巡没有跟她废话,元神迅速躺入了阵法中的肉身里,很快便跟这具在修真世界用过上千年的肉身完全融合。 阵法中,脸色红润,仿佛只是睡着了的仙子刷的一下睁开了眼,然后一下子坐了起来。 南巡的双眼明亮不已。 小八,带我去儿子的世界,现在就走。 你不是都跟血鸣大大白头显老了吗?你们一起去啊,你找我干嘛啊。 我等不及了,阿明的寿命还没有到呢,我总不能让他马上死了,跟我一起走吧。 我们要尊重生命,反正不管我在哪儿,我家大变态都能找到我,所以我们先行一步。 小八撇嘴。 呵呵的,可拉倒吧,也还不知道你呀。 小八清楚,血鸣大大就是一醋罐子。 这些年,南巡去干自己事业的时候,魅力四射,无法异性对女王范儿南巡示好。 即便知道他嫁人了,还是往跟前凑。 血鸣大大能忍着不把这些人弄死,耐性也算是进步神速了。 醋坛子血鸣不喜欢南巡被别人的关注盖过他,甚至于连南姐的醋都吃。 不过,血鸣心里虽然郁闷,却也清楚那是对南巡最重要的人,所以他只能做的,便是跟南巡一起关心这位丈母娘。 但是,轮到自己儿子的话,那就呵呵了。 之前这些人和事,会分走南巡的注意力,没关系,血鸣有自信,自己还是排在南巡心中第一的。 可若是这个人是他们儿子,血鸣还真没有这个自信。 他很清楚南巡有多惦记他们的儿子,哼,不就是儿子吗? 寻寻喜欢的话,以后让他生一窝。 为了分散南巡注意力,而让他再生一窝孩子,这种事情,血鸣完全做得出来。 南巡深知自家男人是什么德性,他要真跟血鸣一块去探望淡淡儿子,他的宝贝淡淡,铁定被他爹丢到外面历练去。 他是去疼他家淡淡儿子的,可不是让血鸣跟着去欺负儿子的。 好不容易天时地利人和,他可以提前去陪儿子了,南巡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 本集播讲完毕,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